改名字需要什么手续 改姓主要发生在随父姓还是随母姓的更改 以及收养关系和是涉外婚姻 再或就是父母离婚或再婚的情况 这些情况的发生是可以改姓的 小孩子的乳名改为学名的 还有名字当中含有不常见的生辟字的可以更改名字 正在进行民事纠纷 收监服刑 在校大庄专学生 还有个人的信用记录有严重的不良记录 不可更改名字 改名字需要去本人户口所在地进行办理 需要带着变更之前的户口本 身份证元件以及复印件 向派出所户籍科提交 派出所确认无误后 上报到地方分局进行再次审核 审核结果会在20个工作日内完成